所以我们一般上问人 那你们对基督教的感觉是什么 有些人就强调相爱 或者像我们留弟兄 你要强调的是平安 好像这个主给你平安 睡不着的时候呼求他一声就睡了 有些人就感觉基督教是一种团契 你们凝聚力很强 但是今天牧师给你们很简单的讲解 这个神将他的儿子拆来的这件事情 我每次听神的儿子来拯救世人 这是什么事情 所以基督教的中心理念 到底是从哪里我们要明白 那么如果你们翻开圣经的第一章 前面的第一个信息 就把我们人的一个很尊贵的地位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说什么 原来我们人的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原来那个万有的主宰 他竟然愿意与人分享他的荣耀 所以把人造出来 那么然后造了人之后 他给人一个命令 说你管理治理万有 各位我们今天来到刘弟兄的家 一看这个地方是被管理的很好 被治理的很不错 对不对 然后你看花草树木 什么都有 食物啊 自己种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先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 神真的是把这个聪明 把理性的功能 放在人的生命里面 那么各位 你先明白说 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 神给人治理权 可以治理万有 但是神从来没有给人自主权 不能成为自己的主宰 那么人得了自理权之后呢 不满足 所以要自主权 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 如果我们治理的话 我们用神的智慧来治理 用神的智慧来相爱 生活 那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要自主 我说我掌控我的命运 那如果当我有这样的意念 一来的时候呢 你开始的时候 你说有什么错 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 大错特错了 那你们看我们现在 这个西方社会里面 每个人都讲究自主权 自由 我要怎样就怎样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如果每一个人 十个人在一起 每个人讲究自己的自主权的时候呢 不会一致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按照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想要来要自主 所以结果十个人在一起呢 就一盘散沙了 所以你看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 有一个自主意念非常强的人 这样的孩子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时候 他知道我的rights 我在悉尼去的时候呢 同工跟我说 这里十五十六岁的人 孩子全部打来打去 路上打架这些东西 他们不怕的 警察来抓去 我是minor 怕什么 国家也不能把我怎样 对不对 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长大 给人很多很多的权利 我并不是说自由不好 但是到一个地步 我们知道人会滥用 那这样孩子长大之后呢 他慢慢也这样 强调自主的时候呢 他们也不听从父母的话 然后有自己的自由 然后呢 婚姻按照自己的意思相爱 按照自己的意思分开 你会看到有这样的现象 就会出来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东方人就不是 我们东方人就说 我有这样不好 我们就说 每一个人都 都如果自主的话完蛋 所以我们就把权力 集中在谁 集中在一个人 所以东方人跟西方人 有一点不一样 西方人强调民族 每个人有自己的自主权 那东方人也是要自主权 但是他找一个英雄 找一个会治理所有人的 然后把权力集中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东方人呢 通常我在东方 东方社会服饰嘛 中国也去啊 这些东方的社会里面 东方人很喜欢一个 icon 我们icon华文叫什么 一个典型人物嘛 一个中心人物 对不对 所以呢 人家说没有领袖的 一盘散沙 对不对 如果美国 我是读政治的 美国你去的时候呢 政治 政治界是不怕 谁做总统 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制度 已经在那边 我们人民都有自主 我们不怕 每个人都有枪 但是东方社会去的时候呢 我们把权力全部集中在一个人 但是那个人是怎样的人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能够主管所有 主导所有的人 所以后来我们也发现 这也不能 所以到最后 我们人类要自主的结果呢 就发生越来越多的问题 破坏自己 破坏自己的家庭 破坏关系 破坏环境 然后就用法治 来牙子 对不对 所以人就在这样的 恶性循环里面 想继续走着走着 其实没有答案 神看到人这样的失败的时候呢 神把他的独生儿子 吃下给我们 神的独生儿子来的时候 你们想说 那他来自主 他来主管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 其实很多人就误解说 我们主耶稣基督来 他马上要掌管 不是 你们发现 他道成肉身 他来的第一个任务 是什么 给我们这些 要自主的人看 我虽然是神 神的儿子 但是我来到地上 完全地听从 那位你们 向他造反的那位上帝 所以神的儿子 来到地上 第一个任务 是什么 完全地听从 父上帝 他虽然跟他同等 完全地听从他 那甚至到他 失去自己的生命 用他的生命来 为我们人类摆上 成为救赎记 所以呢 叫一切信他的 不但得救 也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把自主权交给他 所以我们叫他主 为什么我们用主 这个字 他是主导我们的嘛 他是主人嘛 我们就是要自主权 而失败跌倒的 但是那位他来 完全听从父 然后呢 他成为了我们的主 所以今天基督徒呢 为什么能够相爱 就是因为有一个主 如果你是你的主 他是他的主 我们永远不能相爱 永远不能合一 但是这位主 把他的道 他的圣经给我们 把他的真理 教导我们 把世界的原则 告诉我们 教我们怎么生活 你们看 圣经就是这样了 神的话就是这样了 给我们主导 叫我们把主权放下 任何的人 要举起自己的主权 的结果呢 就是失败了 任何的人 把主权交给他 就是相爱 就是合一 这个相爱不但是 我们基督徒 甚至你回家之后呢 你怎么跟你的孩子相爱 怎么跟你的配偶相爱 这样的事情 才会发生 所以一句话来讲 基督教就是这样了 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不是单单的 神来救我 救了我之后 我过我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去教会 也是因为要听从主 要听从主的话 要从主的话 知道怎么跟从他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这救恩 简单来讲 基督教的救恩 就是这样了 所以这个 我们无论学习什么东西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个中心理念 讲的是什么 当然相爱也好 平安也有 合一也有 谦卑也有 尊敬人也有 这个是表面的东西 佛教也有 道教也有 基督教也有 但是这一切的来源是什么 因为有主 我们才能够这样做 所以要有 这位主的话 我自己的主权 要先放下 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 所以盼望我们 陈弟兄 高姐妹 我们刘弟兄 你们都能够 其实牧师就 五分钟 十分钟 这样给你们解释 你们活在 这个西方社会 我相信 有些东西是我们 能一般凭着经验 这样看都知道的 整个社会的情况 是这样 人的情况 人性是什么 我们大概都懂了 活到五六十岁的人 差不多都知道 这个世人是怎样的 对吗 没有一个可爱的人 但是我们有一位救主 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我们才有希望 我们才能够